Yoshi 那我是曼 开始之前记得先开启小铃铛 到粉丝团按赞跟追踪IG 小小的支持一下本频道 日安 我是曼国斯Des 今天的我又化身成为了星座大师 这集是星座系列的第二集 要聊的是风向星座们 风向星座的朋友 有水瓶座 双子座 以及天秤座 首先先来看看风向星座的特性有哪些吧 风向也是理性大于感性的星座 但相比图像的稳健性 风向则是智慧性 有着强大的逻辑思维与反应能力 喜欢研究一些新奇的事物 所以风向星座知道很多有趣的讯息和新闻 在团体当中常常会提供许多点子的星座 而且他们觉得很好相处 会提供意见但不会坚持己见 就算发生了什么摩擦 只要不是很严重的事 基本上他们起很快就笑了 不过也要看人拉不拉的下脸 主动找风向的人说话 比起他们来找你讲话 和好的成功率会更高 听起来风向好像很适合交朋友 但其实他们像风一样难以掌握 因为他们天性热爱自由 不喜欢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所以会给人一种不安定善变的感觉 这一点身边最亲密的人应该感受最深 所以如果天性保守的图像 跟天性自由的风向在一起的话 会怎么样? 潮起价来应该蛮精彩的 图像的人认为对方应该要懂 但风向又觉得莫名其妙 这什么好生气的? 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第一个要来介绍的是 水瓶座 日期在1月20到2月18之间 我认识的水瓶座都有个特点 想法非常天马行空 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 因为他们的逻辑太跳了 所以有时候会gap到他们的点 好像他们是从别的星球来的 如果跟他们不熟的人 看他们一天到晚笑嘻嘻的 还以为他们是天然呆很好欺负? 不是,他们只是懶得跟你打哈哈 喜欢待在自己的小宇宙 他们很容易被新鲜的事物吸引 会马上去行动的类型 但也比较三分钟热度 事前总是会把结果想得很美好 做了发现没有想象中轻松后 很快就退却了 就是这么的随性 总是不按牌里出牌的个性 遇到也只能消消了 代表的角色有 我的英雄学院 蛙吹梅雨 甚至在2月12 小梅雨就很有水瓶座的特质 刚开始觉得她的个性古怪 为什么坚持叫别人的名字 一定是用逆称 也希望别人用逆称来称呼她 但她的表情又很冷静 所以也看不出来她在想什么 恢复女郎对她的评价是 观察力强 综合表现优秀的学生 所以说话才会一针见血 才会不小心伤害到别人 像爆豪被敌人掳走时 绿谷等人秘密策划爆豪的营救计划 她马上跳出来制止说了重话 但事后很后悔说出那些话 导致她在面对大家时不知道该用什么心态面对 所以不要觉得水瓶座的人平常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 肢底下来的他们心思是很细腻的 而且他们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因为他们协调性很高 在危机时刻依然能保持灵活的判断力 给出适当的建议 第二位是外冷内热的傅刚义勇 生日是2月8号 不善言辞的她 被人认为个性古怪 难以亲近 但本人似乎毫无自觉 傅刚你放心 大家并没有讨厌你 因为我们都知道看似冷漠的你 其实内心很有人情味 不然也不会在一开始就直接放过变成鬼灵迷豆子 还把贪质狼引荐给玲瓏师傅 为了贪质狼兄妹 不惜跟众众们唱反调 以自己的细秘作为担保 所以以后因为都看起来比较冷漠的水瓶 不要再误会他们了 多点耐心和他们沟通吧 第三位 脊梁基因 生日1月30 没错 再会看到手就XX的大反派 拥有水瓶座最极端的样貌 当性格怪到一个点之后 就会产生反社会人格 经常会出现偏激的思想 所以使脊梁基因这个人全身上下充满着矛盾 首先 他很有自信 但不喜欢更辨准底衣 追求像植物一样的安定生活 但却是连续杀人事件的凶手 加上整齐干净的外表 带人谦虚温和 完美到不会有人把他跟杀人犯联想在一起 况且他完全不觉得杀人有什么 只要能从当中获得幸福感就好 为了这个目的 每个痕迹他都会仔细的消磨干净 这也反映到他的替身能力上 小小的炸弹 能附身在别人身上 怎么甩也甩不掉 直到目标被炸死为止 第二个风向星座 双子座 日期是5月21到6月21之间 先来讲讲双子座的优点 他们天生幽默风趣 热爱自由 所以很擅长交集 到任何地方都可以马上和别人打成一片 但也很容易让人家觉得轻浮 这种敢爱敢恨的个性 让他们对任何事情充满着热情 会一股脑的投入新鲜事物当中 但往往只有三分钟热度 也就是说 万才他们都要一提两面的去看 优点有时候会变缺点 缺点也有可能变成优点这样 好 前面讲完优缺点了 我要来开始喷双子了 先说 这是我的个人经验 不能代表整批的双子 但我真的至今为止 吃过不少双子的亏 双子座男生 我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 渣男 会到处和女生搞暧昧 就算有女朋友了 也不懂得避险 曾经有个双子男跟我说 他们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等于遇到之后就会变得很乖 那大概就可以知道说 我当下的反应是什么样了吧 那双子女呢 人格分裂 开心和不开心的表情 都会直接显现在脸上 就算上一秒还笑笑的 只要稍微不顺他的意义 他马上变脸给你看 我的小心脏真的无法承受双子座带来的伤害 所以我都会尽量跟他们保持距离 代表的角色有 武藤游戏 6月4号出生 我觉得作者把游戏设定成双子 还蛮北蓝的 另一个我 游戏本人完全没有双子座的特性 是被暗游戏计数之后 才有双重人格的设定 一开始游戏真的很像有人格分裂 正义游戏还没有注意到有暗游戏的存在 但暗游戏跑出来的期间 正义游戏是沉睡的状态 醒来之后那段记忆也是空白的 后来双方才意识到对方 变成可以在脑内对话一起战斗 说真的 这能力到底算不算作弊啊? 第二位 7所生日6月6号 又是双子座又是变化系 对个性相当的善变 前期被塑造的很反派 但他不是什么反派 完全只是凭自己喜好行动的 自由的男人 在猎人考试时看上小杰 但时机不够成熟 所以约定等到他成长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会跟他打 在那之前 谁都不能先动他的玩具 如果小杰被谁给先杀了 那他会毫不犹豫的将对方杀掉 但没有想到在那个时机到来前 他们就在台南之岛上进行了一场合作 有谁可以预料到那场合作 他是不是想要耍炸? 毕竟他是这样能捉摸不定的吸索欸 但一吸索到目前的位置 还没有对小杰动手这点来看 他也是蛮有原则的 顶多偶尔耍点小把戏而已 一针一鞋的性格 让这个角色的魅力值蛮表 不过仅限于二次元 三次元安捏 不胖啦 第三位 黄赖良太 生日6月18日 非常的阳光外向 跟任何人都可以马上就落起来 但那是假象 其实内心常有很多小心机 私底下的他很冷漠 尤其是对自己完全没有兴趣的人 超不屑的 我觉得黄赖就是那种 三次元中 会让人家讨厌到想要打他的那种双子男 帅哥 然后超有自信 甚至还会烦恼自己是不是太完美了 但不能否认他们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有没有发现双子座的人某种程度上还蛮聪明的 皇外可以把只看过一次的招式纳为己用 根本黑子版的卡卡西 风向的最后一个星座 天平座 日期是9月23到10月22之间 综合表现最平衡的一个星座 对任何事都不会太狂热 享受平静 对每个人都很友善 但又不会像双子那么浮夸 在公开场合觉得状况不对时 会搞笑调节气氛 当气氛热络时 会静静的不当众人的焦点 是个人员很好 好相处的星座 但是不要以为这样子 就觉得他们好像很好掌握 他们跟所有的风向星座一样 追求自由 自我意识很高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 很享受一个人 放空啊 旅行什么都好 太过热情的扣过来 他反而会很冷 如果马上请他做什么事 虽然嘴上会闲尿命 他还是会负起责任去完成 简单来说 就是闷骚啦 有个不成文的说法是说 天平座专出帅哥和美女 反正行座大部分都蛮唬烂的 参考就好 天平座第一位 日耐生亚梦 生日是9月24 亚梦有天平座傲娇特质 刚有说天平座会在适当时机幽默 但平常很冷静 跟天平不熟的话 会发现他们很难聊 但很矛盾的是 他们内心也很怕寂寞 却会装作没事 一点也不坦率 由于天平爱好和平的关系 雅梦的责任感和正义感很强 不忍心别人受到伤害的他 会把事情都揽下来 为对方想的很多 到...有点纠结的地步 所以各位看他为鸡斗烦恼的 比为氏还要来得多 就知道 为氏再怎么比 都赢不了啊 第二位 板田银食 生日是10月10号 典型的闷骚天平男 平常都一副无所谓懒懒散散的样子 房租还经常拖欠眉角 不过以他不会超过三个月这点来看 其实是个会负责任的人 而且充满正义感 明明有时候都自占难保了 在见到不公平的时候 表面上会装作不相关 但私底下会默默的处理 解决完了也不会向任何人摇躬 大概是受到恩师松阳的影响 自己曾经也是被帮助的那个 所以他觉得他也有帮助别人的义务 虽然我行我素的点 但感性和理性兼容的天平 或是可以长期生交的朋友 最后一位 乔瑟夫·乔斯达 甚至是9月27号 乔瑟夫和阿盈的声优 都是三田智和 然后乔瑟夫跟阿盈 刚好性格有很多雷同处 所以代表什么事情 三田智和本人也是天平座 他们都有一些轻浮和懒惰 遇到事情 首先考虑如何用神力的方式解决 算如此 还是会好好的去完成 都是口闲体正值的类型 有人说有时候天平会比双子更极端 因为他们每个属性都沾一点沾一点 一下子很热情一下子很冷漠 所以在天平座当中也有不少的渣男 乔瑟夫的例子刚好可以印证一下 都有司机Q了 在62岁时还能勾搭21岁的女大学生 然后生下的东方帐助 某方面来说还蛮值得称赞的 以上呢就是风向星座的介绍 大家会不会觉得风向其实很难捉摸 就算知道了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 真的成为朋友后 也没办法完全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 能了解的大概只有他们自己吧 我是麦 下次再见 掰 今后就会变 obscure 昨日 由 生日月 在往前往인데 你 cloud掉